为了推动反毒的观念 希望年轻学子远离毒害 由社团法人中华佛教普贤护法会的机构 主办的街舞比赛以及为电影争选 从今天开始起跑 预计在8月9号举办表扬及受奖仪式 由年轻学子组成的专业舞蹈团队 在舞台上卖力演出 展现超炫的地板动作 让在场的观众看得目不转睛 替街舞大赛以及为电影争选拉开序幕 希望透过民间的力量和政府的资源 把反毒的观念伸直人心 希望透过像这一次的街舞为电影 这些年轻人的活动 年轻人的语言 让年轻人自己觉醒过来 不要接触毒品 因为只要你一接触毒品 其实后面的后续所发的受惠真的太大了 进化者全国动议街舞大赛以及金委奖反毒为电影比赛 从3月6号正式起跑 并且将在8月9号在小巨蛋举办反毒嘉年华晚会 同时进行颁奖仪式 政府的力量有限 民间的力量无穷 可是政府绝对很乐意跟民间结合起来 让这个社会进化 让毒品不在社会校园里犯盖 非常谢谢金浩法师 跟我们所有的民间团体 大家共同来反毒剧毒 我们也希望透过街舞 透过微电影 让这些讯息让所有的年轻人知道如何有一个正常的休闲活动 一个正常的生活 透过比赛让青少年学子利用课语时间 和同侪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创作上 以达到防毒剧毒的效益 中佳台北新闻立卫先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